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的調查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其中當然要看一下本台和港大民意研究中心的民情指數 沒錯 很多時候人們說民調很差 很低能 這些我覺得是錯的 為什麼呢 很多種方法去做 最重要是看方法論 很多人提出批評的時候 就不厭真批評和方法論 舉個例子 你覺得某一種選項是有所謂的排他性的 令到某一種選擇沒有的 那你就打分另一種方法去計量 你自己覺得這件事對你的貼身關係 你越貼身 你的打分就越高 你越不貼身 你的打分就越低 於是用這種方法給分的話 是另一種客觀的方法去分析那個民情 舉個例子 你覺得你會不會很討厭這些人 那你叫他評分都可以的 你討不討厭這個人拿了金曲金獎 一至十分 一分是最喜歡 十分不喜歡都可以的 那評分是一種標準去做的 所以看憤怒指數也是 有指數有比例%之餘 還有評分呢 這樣算下去就客觀很多的 有時候罵人那時候 除非有一個政治目的 不然的話應該是學術性的 看清楚那種的方法 這樣才可以的 那看清楚我們今期的 這個講述民情指數的調查 調查的日期和這個情況 和大家一起看看 就是12月底 12月19至29日的時間做的 調查人數1027人 會影百分比是63% 那百分比應差加減是3%的 那就看看吧 就問一下會不會用這個憤怒形容 這個社會現狀呢 會的話就22個百分比評分 就是升了2% 不每就77% 跌了1% 那用百分比就經常被人說你什麼 什麼人什麼人 就不夠科學化 所謂其實都很科學的 所以有一種評分的 就是49.7% 噔噔噔噔噔 爆升了 爆升了7.8% 比上次 上次不是說一個V型反彈 影響交叉 死亡交叉 真是死亡交叉 反彈出來 沒錯 為什麼會生氣了呢 爆升了7.8% 那待會當然我們可以請教我們的嘉賓鍾廷耀 但是就看另一個題目 傾向上街的抗議比率方面 我們看看結果 就是12% 是 省微跌了1% 是 省微跌了1% 是 省微跌了1% 剛才也解釋過了 如果這樣 逆向的話 其實是一件好事 是啊 是 但現在又扯上去 是啊 V型反彈 完了死亡交叉之後 就存了一個V型的反彈 衝破了所有的阻力位 是啊 幾乎爆上去 很奇怪 又說阻力位可以頂得住 現在不行 一百幾十日的平均線衝了 是 怎麼算 很難解讀 是的 我們先請我們的嘉賓 和大家解讀 和大家之前講過的題目 好嗎 先介紹一下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廷耀的 你好 鍾廷耀的 鍾博士 怎麼解讀 為什麼升了7.8% 是的 什麼原因 爆升了上去 我想我們這次是年尾最後一次的調查 所以整個調查在設計的時候 都很想看看大家 當然在一年裏面 會不會因應一些事件的憤怒情況 有些影響 以及要市民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生氣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目的 就是很想看看一種這樣的定期的測試 其實會不會是有些節奏 或者是有些週期的呢 是 這次做完之後 整年都叫做完 是 所以我們就 一會兒我們都會談談 就是年中 整年可能都有一些總結 是 如果問到剛才的問題 這次究竟是什麼事 大家憤怒了呢 是 如果從一個一年的循環去看 我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是去到年底 因為很多時候年底有些總結 當然現在 今年的年底 有些特殊的情況 就是特首選舉 泛民初選 這些很多都是帶動了一些政治議題 變成了那個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都不是絕對肯定 但是以數論數 現在的數字是比上一個月 是高上上去 是啊 就是上次說死亡交叉 是 說是復活交叉 復活了 死活了 真的 但是過了上個月之佛之後 又上回去 但是上回去 又不可以說 大家是非常之憤怒的 在全年計算 因為我們基本上上去 大概是九月的時候的水平 那就是說 九月過後 其實大家憤怒的情緒 是有所下降的 是 當時我們都有些解釋 可能當時的民憤 已經受到一些宣洩了 包括是區議會的選舉 包括派遲也叫做處理月筆 很多的所謂利好因素 就令到大家的那種憤怒情緒 就下調了 到現在剛剛講的年底的時候 也很可能就是 那些所謂利好因素 就已經沖淡了 繼之然出現的 就可能我剛才說 有些一年的回顧 有些會是 剛剛這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又會被人生氣一點 所以就還原九月份的時候的情況 是 那跟事件應該都有些關係 會不會 我想12月其實談得最久 市民很生氣的那些 因為我們做節目更加重要的 就是有電話打來 多和少一定感覺到 哇 中電單東西 就是打電費單東西 真的很生氣 很大的影響 是不是這個有些關係 會不會 是 民生的那些事情呢 以整年這樣去看 就是我們以前做了這麼久 就是發覺民生議題的 而且確都是一些觸發點來的 就是政治議題 有一些時候 就是我們去年有些位 是講到提捕機制 或者個別官員委任 是會觸動到一些市民的神經 但是如果說大衛來講 就似乎都是民生問題 剛才你剛才說 最近其實是說電費的問題 是 是 是 就很可能都是近期有一個影響的 嗯 我們看一下這個 是社會狀況滿意度的問題裏面 是 經濟、民生和政治方面 經濟滿意度是31% 不滿意的有42% 沒錯 民生的19%是滿意度 不滿意是54% 民生真的很生氣 是啊 升了是10% 是啊 爆升得很厲害 10%的 政治就滿意跌了 但是就不滿不變 我們都經常說 都是問問鍾廷耀 看到民生一向都很高 政治排第二 經濟排第三 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趨勢 是啊 以去年整年來計 大概我們都看到這個趨勢 剛剛問為什麼大家生氣 是啊 這一組數字 其實已經是 我想是間接回應了 就是在過去 剛剛11月和10月的比較裏面 明顯地民生不滿的比率 是上升得很急劇的 因為上一次是44個百分點不滿 就是我講的是11月的時候 到12月就去到54個百分點 爆升了10% 就是在三個領域裡面 明顯地就是民生問題 突然間飆了上去 但是整體議論 就一直都是民生問題 大家是最不滿意的 就說經濟問題 就曾經在經濟畢景 金融海嘯期間 我們這些題目 就不單是去年問的 就是以往偶爾都定期問 我們會見到在經濟畢景的時候 市民主觀上面 就不滿經濟狀況 是跌得很交關的 就是比起回歸初期 及後就已經升上去了 就是你現在看的數字 你可以簡單來解讀 其實經濟也好 政治也好 民生也好 都是負面的 因為都是不滿意的居多 但是相對來說 三個領域來說 經濟大家都基本上可以接受 就是不算太不滿意 就是不滿了 政治是再不滿多些 但是民生是非常不滿 民生是非常不滿 所以那些參選人是不是要 是的 搞一下民生事 因為無緣白事 12月爆單中電 亦都很多時候 涉及到百物騰貴 通脹等等 這些都是他們很關注的項目 當然大家看一下 怎麼解讀通脹 你當它經濟 又當它民生 我覺得都很民生事務 百物騰貴 也都有關係 但是樓價高企 都是一種很民生性的東西 不是炒樓 懂得有能力在香港炒樓 那些真的不是那麼多的人 是的 所以在過去一年的當中 其實都有一些事 令市民很不滿意 那些排位又有什麼顯示呢 是我們休息回來之後 再和鍾廷耀一起研究過 轉頭再談